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纷纷来到YouTube推广节目,他们逐渐接纳了YouTube的新定位,不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,而是传播节目,获取广告收入的新渠道,为此,YouTube官方不断填补,时至今日设计出了这样几套玩法,Super Chat超级聊天,Channel Membership频道会员,电商变现,Premiers手印。 我之前有个想法,短视频之所以能在直播之后成为新的风口,一方面是直播帮助短视频完成了内容生产端的教育,因为正是应客们的努力,培养了有意识选择场景,调试设备的主播,孵化了一批培养新人,接手广告合作的MCN机构。 另一方面,短视频相较于直播的优势在于,它有效放大了视频内容的时间窗口,这么理解,直播就像一天中的午饭,晚饭,大家的时间并不那么同步,很难一起参与进来,而短视频更像是随时可以消费的便当。 什么时候饿了,就拿出来吃一点,说回YouTube的Premiers功能,它的价值在于反向补充了视频之余直播的缺陷,甚至说是YouTube社区化发展的灵魂也不为过。 除了YouTube升级打怪的路径颇为有趣之外,谷歌对它的态度,似乎和腾讯对待微信如出一辙,虽然早在2006年就以165亿美元拿下YouTube,但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从未在财报里直接披露YouTube到底能赚多少钱。 华尔街投行Baird的分析师曾预测,2018年YouTube的广告收入将达到150亿美元,他认为,虽然Alphabet总在YouTube和谷歌云的业绩数据披露上缺乏透明度,但这种遮掩其实是在憋大招,以至于当亚马逊最终决定在2015年QE财报中首次披露AWS的收入时,公司股票迎来一波暴涨, 原因不难理解,这个信号的释放对华尔街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件新鲜事,他们此前已经习惯了亚马逊微博的零售利润率,所以在没有看到YouTube的真实收入数字之前,不少人可能也忽略掉了外界曾疯传的Alphabet手中还握着一个千亿美金价值的视频巨无霸,字节与腾讯的真正冲突,理解了YouTube的故事, 我们再来看两个事实,12018年QE财报中,腾讯游戏收入较QE环比下滑12%,但广告收入增长强劲,网络广告收入同比增长39%,社交及其他广告收入增长55%, 而在QE3财报中,腾讯广告收入表现依旧亮眼,三季度广告业务营收增速提高至47%,至于长期支撑业绩的游戏业务,营收在QE3出现了4%的负增长。 22018年9月底,腾讯宣布了史上第三次组织架构变革,除了重组原有的七大事业群,他还重新整合了广告服务线, 把原先分散在企业发展事业群CDG的原社交与效果广告部TSA与原网络媒体事业群OMG广告线合并。 难怪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在QE3财报出来后表示,游戏业务方面,我们主动对未成年人用户的游戏进行严格的限制,此外,我们进行了组织战略升级,并将在此基础上,强化用户社交及娱乐的融合体验,统一广告销售平台。 毫无疑问,除了远期的产业互联网布局,对腾讯而言,既掌握用户微信、QQ等社交产品,还拥有媒体腾讯视频、天天快报等传播矩阵,广告业务必然还得担起重任,切走用户时间和注意力的字节,真正在意的和腾讯一样,是广告主手上的预算。 或许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,抖音之于字节,很可能就是YouTube之于谷歌,作为广告公司,字节真正用来对抗微信的武器是抖音。